乌克兰哈尔科夫和蒂涅波罗地区官员在4号表示 俄罗斯夜间对当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有6根受伤 在哈尔科夫的事发现场 你可以看到浓烟滚滚不断燃起熊熊大火 救援人员用水枪这些装备想要控制火势 乌军在4号指这次火灾是拦截俄军对哈尔科夫发动空袭所导致 哈尔科夫的地方当局就指 俄军无人机有一些碎片就在当地引发了极其火灾 而且造成有多个人受伤 俄罗斯是在3号到4号夜间对哈尔科夫和蒂涅波罗 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 还击中了关键的基础设施 包括商业还有住宅建筑等等